絕對不會講跟生死不相關的 因為你有宮巧名沒有再進入到語名的話 是不可能的 那不叫內名 那是拿人世間的小聰明 所以你一定還有一個語名講話 因為我做的出來我就講的出來對不對 我一定我講的出來之後 因為前因後果我都了解了 所以叫英明 我一切因跟果了解之後 我自己的身體怎麼走 別人怎麼走 我看得懂啊 你就知道有意味嗎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中醫西醫你要先醫你 你要學習這個的話你要內 要不然醫學哪裡醫學的 中醫哪裡中醫的 因為現在人類害死 害怕病就是這樣子 你看他雖然跟他家的還完結 跟他身心完結 跟爸爸也完結 可是你如果當下給他斷定他就是怎麼走 我三個月就要學習的時候 他就不會跟爸爸也完結了 還沒辦法完結了 放下 如果要怎樣 人生害害了 那時候他才願意 絕地公生 你要學習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這個時代他一定要用什麼 用人體來講 人們會比較容易去氣入 只是你要講得很清楚的時候 是你自己一定要完全清楚啦 你是誰 你要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你要自己明白 因為內明就是跟我們的生死解脫都相關的 生死會解脫 你都明白之後呢 白境法就出現了 你自動的要什麼會有什麼 你一定會慢慢的有概念 那這些白境法是來自於你的生命 而且你自己會慢慢的越來越清楚 了解白境法之後呢 你是不是了解到 我要進化 不是從外面進化 進化我自己對不對 所以我就知道原來有一個真正的 白白晶晶的概念了 所以你沒有這三個字的話呢 你現在要學的話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比如說我們剛剛一下車的時候 有沒有 你是不是一個熱情的人 怎麼熱情呢 比如說我到的時候呢 我看到金德我就這樣 金德都 欸老師你怎麼了 我說 你還看我這種態度知道這個都不入流的啦 你看我後面還有一個我嘛 為什麼我 我就睡不好啊 我這樣就怎麼樣啊 不可能的 懂不懂 一個內明的人 你每一個當下呢 就是一個什麼 氣質非昂 而且是什麼 熊啾啾的熱情 因為每一個眾生當下陷在你的面前啊 就是需要你要去恭敬他 他在老遠的地方齁 你看到他的心裡會說 金德 這就是什麼 熱情 你比他更恭敬的心 你會覺得說你覺得很不在在在 沒關係 你是要睡不好 還是要讓外在的框子 框施你的 你要很清楚 很明白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因為人本是不清不楚的 所以你一定要做到 你人人所不能忍的 做人所不能做的 所以什麼修習就是忍入 頭上一把刀 你都要很清楚喔 這是我們的頭 你要瞭解 這個白鏡就在裡面 忍人所不能忍 做人所不能做 你假設沒有這種態度的人啊 是絕對不可能的 再來吃飯 我是要再吃飯對不對 我看了這個很好吃的 我先去哪裡我來看 這也是不忽略的 你愛吃飯一定愛吃的 知道嗎 因為你不愛吃光的 人家不愛吃光的 不可能的嘛 所以你一定要喔 它是一種能量 所以我們先請大家一起來吃 大家都夾碗之後 我再夾 這是很基本的 為什麼 這就是一種靜嘛 因為你沒有經驗 沒有你也不夠吃豬肉 也不夠吃豬肉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以前老祖宗就是這樣子給我們的 這樣子的人他的什麼 內德就很好啊 因為德就是縮小自己嘛 所以什麼叫做功德 你功夫是用在裡面別人看不到 但是德是別人看得到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人是不是都喔 為了要賺錢 我做工喔 很有禮貌 回到家裡的時候呢 那個功夫就展現出來了 為什麼 不耍 批評 這就是不如流 所以你假設呢 為了做生意 你有辦法呢 內外一直都很平衡 而且都沒有埋怨喔 你這樣子到有一天之後 你就會學到一個經驗了 經驗組之後呢 你就會慢慢呢 會去學習 學習到有一個經驗之後 你才知道你的觀念 會慢慢呢 透過這些 讓我學習之後 我有機會 如果有機會 會從工作裡面 無所不能會學 學到後來你也會找到它 慢慢在學 學講話 你也會找到它 慢慢在學當醫生的 你也會找到它 慢慢在學這個邏輯思想科學的 你還是會找到它 對吧 你有這個過程當中 他就是一直在慢慢的不斷地學 不斷地傳遞 所以我們排毒呢 第一個 一定這個臉很重要 笑很重要 十八條心間你就是敢唱了 沒報料 不好意思 你沒有辦法誤到的話呢 對不起 你就是從經驗一直受苦受難 有一種例外的 就是我們喔 平常喜歡去說三道四的 沒有關係 這都是經驗的立法 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它還在經驗裡面啦 所以根本就還沒有辦法學到怎麼去恭敬別人 因為它背後是有目的的 目的的恭敬 這個以後都還會受苦受難喔 喔 洞洞很有錢 洞洞是那個歐巴馬總統的弟弟 我一定要對他很好 因為他跟我有相關 他會提拔我的 有沒有 我可以 我可以從別人的面前對人的邀喝 我要學起他的邀喝 所以我對他這樣子攻擊對不對 可是有一天之後呢 你在這個地方呢 你學到經驗之後 你才有辦法慢慢的瞭解說 做人不懂這樣 你才有辦法從學習文字下手啦 所以這個過程呢 恭敬是要發自你的平等 大慈大悲 你才有辦法做到 要不然學不到的 這種入門禮啊 我們就叫做舟公問禮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恢復 我們恢復不是恢復唐草喔 舟草的時候在全世界 舟草八百多年它是有目的的 它是以人來帶 以人 所以這邊是屬於我們自己的 自己看不到的 在胃部裡面它是屬於陰的 也是在我們的電子裡面 它是很不穩定的 所以你如何先克制自己 你才有辦法展現出什麼 你看這個禮 這個禮你看中國字就是很不尷尬 這是不是 這個是是不是單一 這個禮呢 是不是我要 你要有豐豐富富的 這是豆子 我是要蹲下來撿 這個是代表什麼 我能屈 我能伸 這個禮貌就是這樣子揍來的 我能屈 能伸 它既然能屈 能伸 寫喊什麼 是不是 對你有利的 發解的盡量發解 對你沒有利的 你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禮 我們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克己副禮 所以我們要中心的話 就是每一個人 從自己陰面的這個地方做起 從胃部開始下手 你才有辦法做到克己副禮 因為他絕對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中心思想會恢復 就是一定要恢復我們自身 我們的自身很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 就是一定要有什麼 公敬的心 公敬的心就是為別人的經驗跟我們說 克己副禮 我們就正確的明理了 你了解了 我有經驗 以前古代的給我的 還有我有去聽道理 還有我有去演講 還有我有在聽講 我有上課 慢慢你就會從這個文字裡面 在融入 在內化 再成為你的自己的白禁式 在由白禁式當中 透過公敬明 我們在學習煮菜 還是在學習掃地 還是在學習各行各業 你都有一種真正的內明的話 慢慢你就會可以講得出來了 語明就會慢慢清楚 講得出來之後 一切的前因後果 你很有邏輯性的會分析 慢慢的 你就可以進入到我們生命裡面最重要的地方是哪裡? 醫明 所以自己的病還是自己要來醫啦 沒有人可以來幫你醫就對了 所以我們了解到 你做到這個地方 你的白禁方法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來問大家有沒有覺得 每一個人啊 是不是現在我們可以做一個實驗 什麼實驗你知道嗎 我現在叫金德請讓破破爛爛的 再叫金德穿著西裝筆挺 同樣 重大鼻掃頭盤 你穿得破破爛爛的 人家會覺得這個人怪怪的 有沒有 而且他那種破破爛爛的 人家會認為就是說呢 他就是在那掃頭盤的 好像合情合理對不對 但是他只要穿得非常正式的時候 臉上又有笑容 還在世面上掃頭盤的時候 人就嚇過來了 各位先生 你在做什麼? 就開始會來問了 對 因為我們有一個象在這邊 甚至你也可以 下一次你就拿錢去搬 這個錢也不要嫁 拿錢去搬 你穿破破爛爛的 怎麼會分錢 怎麼會覺得說 我比你還要有錢給我才會懷疑 人會懷疑喔 你很有錢的說 對不起我現在的故事 還很誇張的時候有沒有 他會覺得你真的有那麼一態要喔 所以這就是要測試人性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進了 我們沒有進就不可能再往下走了 就是這個字 我們都是從經驗裡面去判斷的 有啊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裡 就是沒有辦法去導入進來 你導入進來就沒有辦法寫到真正的辦法 說話就是這樣 你有看到這幾個小孩子有沒有 你看有一些小朋友很乖的吧 三歲五歲就媽媽爸爸都在外面 所以他們都是要料理弟弟妹妹 因為弟弟妹娘現在兩歲 他們都差一歲 我都差九、母娘嘛 對吧 是不是他就要帶領那個小朋友 以前的哥哥不是都是這樣子嗎 所以你可以看他們就很懂 是不是 像我們這種時代 我們就覺得保育有很多事情了 不過我們這次一十歲三十歲這樣 叫他爬起來 去床的過賴床 就是說我又睡五分鐘了 又睡十分鐘了 你看現在的人的心已經都沒有辦法向克己腹 所以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就可以了解到呢 文字跟資訊會障礙我們 真正的走回生死解剖這一條路 所以我們已經火花道不恢復到原來了 而且大家學的都學得很高 可是呢 哭不下來 所以哭下來就是說 做人所不能做的 人所不能夠人的 要不然你所學的東西都只是什麼 空彈而已啦 講得戴高 你首先啊 這個假面具你就拿不掉 所以這個假面具有十八條神經 我今天開始學 每天看著爬也笑 爬 跟爬說話一直想 爬沒有給你恢復對吧 你找一個爬 譬如說現在這個爬 你現在本來是靜態的爬 現在找一個動態的爬 你還在看著爬 說你今天是有問題嗎 啊你就去看 第一個會跟你說有問題嗎 你還能夠爐爐不動喔 第一次爬的這個爬 再變動態 剛才跟你說的時候 你開始會動了 我這樣笑得太遠了 第三個來了 你用比較正經嗎 平面的每個人都在看 你開始在動了對不對 你四個人就開始動了 這就是你什麼 你的意志不堅定 因為你不清楚嘛 笑對自己有個好處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的十八條神經 眼睛的第一個快速老化 第二個鼻子快速老化 第三個嘴巴快速老化 所以我們今天有方法 回去大家一定要做 雖然你們不是美容師 可是你們可以做標準的美容師 首先就是要做臉部的方式 這個待會兒要學習 剛剛我有說那個柳丁 或者是檸檬 或者是香蕉 還有玉米對不對 這四個最好用的就是 玉米跟柳丁最好用 你有看到你的眼睛 在這裡的地方氣不足 藝人針 氣不足跟人玩給誰 你可以買一點好的有機的兩個檸檬 或者是兩個柳丁 或者是兩個玉米 長年冰在冰箱 氣不順的時候 摸來把你捂完 然後你的眼袋就消掉了 但是那是有急速的人的 就是臨時的發生的 假設你長年氣不順 虛氣太旺的人一定要折疊 這樣理解嗎 因為折疊裡面才有幫我們打開 所以我們現在來學一個最標準的可以看大家來 我們先將我們的第一個動作 不從底下了 從上面做 輕輕地畫上來 第二個再畫上來 第三個再畫上來 那怎麼畫呢 我做一遍 待會兒再請那個 我們一般人做一遍 我先做這一塊 先會學這一塊 我做一遍 待會兒可以你來做一遍 我現在男女都一樣 待會兒男生跟女生不同的是 在眼袋會不一樣而已 這是我們的肝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肺對不對 只要我們這一塊的話呢 就是記得一定要先搓熱 這十八條神經你每天要做 早上起來起床操懶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覺醒瑜伽 那八條神經就要再把你丟掉了 這就是晚上要睡在這裡 先擦一遍 搓熱之後對不對 雙手呢 用手部來做 不要用那個輔助的 用手就好了 就這一隻手 好 這隻手之後 我們記得差不多這三隻個 肝 肺 心臟重點勇的話 那你假設 你的 你平常做事情很大器的 就是這樣子的 整片拉上來 拉上來 對 你用這個手 來 整個拉上來 拉到耳朵 用不用輕輕的拉上來就好了 就這樣子輕輕的拉上來就好了 拉到這邊之後有一個技巧 我要從08刷下來 這裡 拉下來就變成這兩根就好了 拉下來 再劃到 這是零八 直接劃到這裡 我們的沉重卻再下來這一塊 頂著之後 再翻 撥下來 撥開 撥到這裡來 現在各做美容客啦 現在在幹美容 你真的每天好好的做做到後來 真的你的臉部那個笑到後來會變真的 好來 再做一次齁 這邊有個聽慧穴這邊 叫得聽慧穴對不對 耳朵這邊有個耳尖對不對 你要記得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臉部這一塊 從林鄉穴到這個聽慧穴 你要到太陽穴中間感到耳尖的時候 再劃下來跑到這裡 再劃下來 回到免疫系統之後再撥開 這樣會嗎 就是 拉開 拉開之後下來 下來 下來 這樣理解嗎 所以拜託也說 老師怎麼這樣習慣的 你臉皮疙瘩 臉皮疙瘩 都給你把臉皮疙瘩 總是要有人犧牲嘛 或是你整天大家都沒犧牲 大家都要做漂亮的 那當然不是這樣子齁 所以這是第一個 每天坐二十一項 第二個就是從這裡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地叉 上來到聽慧穴的時候 拉到耳間就好了 第三個是不是從我們的 這個乘中腳 這裡 這一塊 這人裝法齁 乘腳這裡拉到一邊 直接到聽慧穴這邊就好了 這樣的話 好 每天坐 每天坐 那鼻翼呢 這裡鼻翼 因為我們的十八條神器它很特別 鼻翼呢就是下來就可以了 對 對 對 可以 你 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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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就下來就好了 這兩個就好了 要唸阿彌陀佛一 阿彌陀佛二 這樣可以嗎 有概念嗎 阿彌陀佛一 阿彌陀佛二 對 就是這樣子下來 對 就這樣子 鼻翼這兩塊 這樣會不會 就這樣子下來 OK 兩邊就下來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眼睛的話呢 歪染色體就比較特別了 歪染色體依靠大氣 對不對 因為你卻能夠有光嘛 你看我們今天送給你的手冊 那個有光齁 你就是從整個的眼睛 這邊有個斬竹穴 這邊靜靈穴 對不對 就是整個男生就是撥到 不用撥到一整卷 直接撥過來就好了 一樣都是21相 對 那女生就要秀氣了 像X染色體吼 因為它是什麼 生生不息 所以要不一樣 生生不息的人吼 要用什麼 心臟跟肺腹 心肝鼻肺腎 用這兩個 輕輕的撥上來就好了 輕輕的就好了 因為你有手臉光就上來 一樣21相 21相完之後 像我們的臉檢上臉檢一樣撥開 一樣撥開 好 這邊完了之後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扣袋尾 扣袋尾要專注了喔 扣袋尾就是從這裡 扳到我們的百慧穴 甚至我們人死亡之後的破耳法 就在這裡 百慧穴這邊 甚至你可以拉到這個地方來 我們的百慧穴這邊 所以就是整個頭這樣子縮開 縮到這裡 一樣21相 但是都只有阿彌陀佛 可以扳了而已 就這樣子 這是晚上的醒悟宜家 那早上的話呢 一模一樣 有沒有 早上的話呢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就是這樣子 我的下巴 透過我的皮障翻著 就開始用我的心臟按摩就好了 21相 這就從立腸就好了 再來就是影相穴 再來我們的精明穴 再來我們的斬圖穴 再來從我的太陽穴 再來呢 頭部一樣再刷回 從這邊再刷一次 這就是早上起來的 所以你每天早晚做的話呢 你的臉就不會穿那種愛滋海默的臉 放在那裡 都不想笑 這樣子 你一段時間 兩段 三段 四段 五段 神經 血液 細胞 每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做完之後呢 旁邊沒有人的時候你就 就 哈哈哈哈 也沒人 不然唱出聲音 沒人的時候 老婆 你看我怕死去 一樣笑 但是上一網內 把他笑一次 不可以唱聲音 沒沒聲音 要唱到那裡 已經冷了 要快點再唱 要唱沒聲音嗎 還在唱 好嘞 老師來示範 北斗唱出聲音 要吃到有感覺 吃到這樣 這樣碰一下 好 來 誰唱出聲音 你要笑到 哈哈哈哈 你知道嗎 這個房子讓你叫氣 哈哈哈哈哈哈 旁邊的人都在旁邊 你不要唱 唱到沒聲音 開始飛著 開始唱 發動聽到哪裡 沒聲音 不可以不聲音 好 這樣子 家庭姐嗎 今天就先 將我們臉上排毒呢 送給大家 你一定要好好的學 把臉部的十八條神經的毒 用好一點 因為呢 我們現在所有的排毒 拜到以後 你的生氣 要一天開到大 開到沒錢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哦 在旁邊的金貓 說成了 粉牌生 你只有基因啊 外表改變 你內在的軟體沒有改變 下輩子 貴心 一樣還是來 還是要學這個功課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 你現在還是將這個臉 笑的 表示呢 你待人處事 你不可以在這裡上床上山 還沒睡不著的時候 不要吵來是很天文 那個都早就破空了 這樣跟你回去 我跟你說 回處你的生死人物 還超太遙遠的 我們就是要從日常生活 行處周圍要求自己 一定要讓每一個人都要越來越清楚 我們才有辦法 所以 這一個臉上排毒這樣會嗎 那皮上排毒要怎麼皮 皮濕怎麼皮 好 像是我們回去 我送給大家回去一定要每天能夠好好的吃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所有的米 不是只有台9號的米就特別好吃 不是 現在就是盡量讀數越少就可以了 你來錢不要太多 有人去買不需要的 懂不懂 你當家裡有家裡有家裡有家裡 那你抓米你就會去抓米 尾一定要跑到遙遠去 因為你會躲在那裡 他有家裡有米就是表示你會陰的能量要在那裡 你不要這樣就聽說 踏著大尾去荷蘭說會有雞的米 才會有雞的米 才不來講 不好意思 這個中間頭跟腳是一定要透過人來開通的 所以你要怎麼知道 只要你是一個單純慈悲的能量 我這邊住在這裡 我隔壁就有在賣米對不對 你就買隔壁的你就可以 但是我的米我不喜歡精緻米 所以精緻米就是說 白米的營養就有36% 我要的就是你呢沒有脫殼的米 比如說草米就沒有脫殼 黑芽嘛對不對 它裡面也住著 但是草米是最OK的 再來藝人 藝人他有殼的 你可以看他有的是比較紅一點的對不對 很多人都拿來做中藥材 所以說中藥材什麼 中藥材都要把它吸收起來好不好 他覺得他們好像也很有一套 為什麼 因為現在裡面都有參加一些化學的東西嘛 就像西一樣嘛 所以真正的鑰匙童年就是什麼 正常的沙燈這麼棒 沙燈這麼菜的話 有沒有這個 因為你被覆蓋 這個在我們的那個白髮 我們的金剛劍裡面就有 這個你不要被覆蓋著 所以我們有藝人了 有沒有看過大米 原住人已經吃了那個大米 有沒有看過大米 大米看到一個大米嗎 大米 什麼大米 只有看過小米 有聽過紅梨米嗎 紅梨米 白梨米有聽過嗎 都是原住人在吃的 紅梨米有 對 你就用大米沒有大米的你用紅梨米 沒有紅梨米用白梨米 紅梨米 好幾十倍 他就這麼一樣 黎就是 是 紅梨米 對 黎麥 就是紅梨米 就是黎麥 對就是黎麥 紅梨米 對就是黎麥 你們的稱法叫黎麥 白黎麥 紅黎麥 就是湯 他可以來取代大米就可以了 再來呢 三藥 假設你有子宮有長東西的 男生有攝附腺太旺盛的 對不對 山藥你只要一個禮拜 或者兩個禮拜一次就可以了 要不然我們可以加在一邊 還有我們有那個紅小豆跟紅豆有沒有 它的營養值分也不一樣 那還有我們最基本的就是 我們有一個跟那個紅藝人也很像 一個叫茜思有沒有 茜思 是人家剛才那個叫做八針啊 八針啊 八寶針就是這八針 你可以每天這樣子煮 煮了之後你的精神就會很飽滿 為什麼 因為胃的噴門叫三條靈魂 在生魂中間 生魂 絕魂 靈魂 我們的胃部嘛 那個胃部嘛 這就是我們的胃 胃三條神經都在這裡的話 生魂 它小一點 心天 它小一點 絕魂它等好不好 絕魂它甚至不要你二眼對立的 第三點就是靈魂 你胃裡面 所以我們這些吳菇米你一定要吃 那怎麼吃呢 因為我們那些色深喔 欸不害你知道嗎 所以一點不懂的一定要吃 那吃的時候就是一定要 比如說我們常常呢 有我們每天的蔬菜有八種 很簡單的就是三種深綠色的 兩種淡淡的 比如說黃色跟比較白色的 或者是比較淡色的 這一些都是屬於比較淡的 再來呢黑末跟白末都算在裡面 還有多湯片就是不類的 你假如每天這些夠的話呢 還是不可能跟著你的 這樣理解嗎 只是你們平常吃的肝在排毒就是屬於檸檬 對不對 因為它裡面有檸檬酸嘛 我們身體裡面啊 再來是蘋果 再來是橄欖油 就是肝的排毒嘛 再加上熱就會排毒嘛 對不對 因為肝就是食物 但是我們是需要說呢 你要記得這個吃 跟剛剛我跟你說的這個 你就每天飲食來搭配的話呢 我們的皮是比較淡的 這樣理解嗎 那肾虛呢 怎麼吃 肾以前呢 我們都不知道說夾 到底吃了又帶些出去夾 所以所有的堅果 蔬菜追購的就是夾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記得 你吃你水分不夠的話呢 沒有辦法 就像我呢 當年會有一陣子在上海去醫病喔 因為我整整一個月都沒有辦法上廁所 你知道我沒有辦法上廁所嗎 身體是活動嗎 可是我為了要實驗喔 我真的就是一個月沒有上過廁所 一個月 你知道那個一個月喔 裡面那種茶室 人生做什麼 那個茶室喔 那個臉真的很不舒服 你想要活活都沒有辦法活活 所以我才說 你一定要 像我現在每天有時候呢 一天解兩次吃三次 一定要這樣子 我不是吃藥來的 我去步道路 從哪裡餵 腸子 綁腸這一塊 就是我們的益生劑 真正的益生劑 你不能老是吃外面的喔 真正的益生劑很簡單 所有的蔬菜裡面那個葉子 對不對 還沒有那個梗得多 梗 梗的一生劑 所以是不是要用它打鼓掌 但是你用水去要去步 要不然你的牙齦 是不可能有力氣的 就像我以前的牙齒跟牙齦都已經壞掉了 現在你看我就一直慢慢的 你每天要扣齒對不對 可是你要不要吃東西 要 要的話你就是用那個什麼梗去步 比如說我們的地瓜葉是不是有一些比較硬的梗 那個你要試著 你填那個藥 一粒一粒的藥 怎麼太大了就準備好了 更何況那個纖維你如果沒問題 因為這個纖維才有辦法補助你的蝗腸這裡 我們蝗腸這邊下面做點脂肠 對吧 脂肠所有的癌46%都是幾點脂肠 還有呢 我們的